煮個麵來吃 這句怎知是劇集對白 很多人為了省錢和省時間都會煮個即食麵來吃 他無益就大家都知道 但怎樣無益呢 美國哈佛大學和貝勒大學就做了一個大規模研究告訴你 他們追蹤一萬一千個年齡介乎十九至六十四歲的韓國成年人 調查他們吃即食麵的習慣和健康之間的關係 得出驚人的結論 原來每星期吃超過兩個即食麵 內分泌就會出現異常 為什麼吃即食麵都會影響內分泌 吃即食麵最大問題是因為它本身營養的問題 第一即食麵的鹽份多 油份多 吃了之後自然身體的血壓會升高和肥胖 韓國的報告發覺女士吃了即食麵之後 比男士受的影響更大 女士吃了即食麵之後 他們有代謝綜合症 意思是中央肥胖 血壓高 壞膽護唇高 好的膽護唇小 這些情況 比男士嚴重很多 人人都不斷吃 為什麼症狀只集中在女性身上 估計是因為在韓國的人很喜歡即食麵 他們通常是吃杯麵 他們開了之後就放些熱水下去 放了熱水之後 有些即食麵是用發泡膠 或者有些紙碳的面頭有浸膠包著的包裝 在熱水的熱力之下 有些叫做BPA的物質就融化了出來 這些其實是內分泌的干擾素來的 它的作用是好像類型荷爾蒙那樣 就刺激皮下脂肪的增長 增加你的體重 和增加你的血壓高 男士們 不要以為不吃杯麵就與你無關 即食麵帶來的健康危機 誰知那麼少 除了含有飽和脂肪的中鋁油和高臘之外 原來還有這個 最重要是它會有一個成分叫TBHQ 其實是屬於石油成分的其中一種 你沒聽錯是石油不是麻油 好呀 TBHQ是一種食物添加制 它的國際編碼是319 很多時會添加在中旅遊裏面 但好地地一個麵 為何要加這種石油花工原料 即食麵本身是一個麵餅 會經過油渣 加了TBHQ到麵餅那裏 可以延長食用期 另外它是擴氧化劑 所以麵餅都能夠容易抑制細菌的脂身 以及可以令麵餅沒有那麼容易油脂被氧化 難怪有些即食麵食用期可以超過半年 太大量的進食 有些研究說過在老鼠上做食鹽 就會有一個胃癌的機會 那還有甚麼食物會用到TBHQ 其實都很多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例如餅乾 或是我們食用的油 或是一些油炸的食物 都會有的 TBHQ如果是食量是少量 其實就不用太過擔心 食物我們說每個KG 不要多於0.2克 其實都是安全的份量 即食麵 不止即食麵的成份引人注意 所以連怎樣煮都大有學問 好像秋心哥之前在節目中示範過的 凍水落麵煮法 最近再次在他的社交平台掀起網民熱論 怎樣煮法 麵夠不夠爽 其實都是看回個人口味 但是有些傳聞 就說會直接影響大家的健康 傳聞真定假 我們一於拆解 Kathy 有傳聞說 煮即食麵的水不要要 因為有些不好的物質會落在煲水裡 要開過另一鍋水來煮湯底 究竟是否真的 其實就不用太擔心 因為即食麵的水 其實都是一些澱粉質 即白色的泡都是澱粉質 對 另一個傳聞就是 如果滾水落調味粉去煮 令味精加熱至100度 就會產生致癌物質 神經系統會慢性中毒 導致癌症 我不用擔心 因為這條味粉 暫時都未有研究報告說過 加熱了會釋出一些 治癌物質 或者有害物質 不過味粉 其實鹽分也要注意 一包的味粉裡面 已經達到我們一天的攝取量 一半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吃那麼多鹽分 我們可以放少一半的味粉 或者不要喝湯 已經可以了 以上的傳聞雖然不是真 但即食麵的確充滿健康陷阱 根據世界即食麵協會的統計數字 2015年 中國大陸和香港 就消耗了404.3億份即食麵 大幅拋離其他國家 不想有病先驚 就小食餵廟啦